中國的疫苗外交會得逞嗎 我們看看兩個例子 一個是以色列他們打的是輝瑞 可是他們的確診率下跌的蠻多的 但是另外一個國家是在印度洋的國家 叫做賽希爾 他大概10萬人口 超過6成已經接種2劑了 但是他打的有一半是中國的科興疫苗 另外他打的是AZ 可是你看到最近 他們一個禮拜通報的確診人數是1000多例 來 廷偉老師 對 賽希爾很多人就不知道在哪裡 大家知道馬達加斯加那裡 加斯加那上面就是賽希爾 這個小國家是印度洋周邊的一個小國家 之前1月的時候王毅有到這個現場去 問題是說他所用的是中國的科興疫苗 中國的國藥疫苗的情況之下 施打率的結果 結果現在造成這個疫情 還是不斷的在擴散 但是我們要看到的是 現在WTO已經在出面了 因為特別是拜登總統已經提出來說 希望用所謂的緊急授權 以及豁免專利的這個概念 能夠讓所有國家能夠享受 所謂的美國藥廠所生產出來的 這個疫苗的一些相關技術 那如果你有國家有能力 可以去製造這些美國的 這個品質的疫苗的話 當然可以做 那這個東西會影響到什麼東西 因為昨天的中國商務部也跳出來說 他們是支持WTO可以做這個事情 WHO 不是 是WTO 因為這是跟智慧財產學是有關係的 KASSA N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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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